好 这期视频我们开始去尝试去加入一个简单的攻击动画 然后我们先这一期是先做那个一些前期准备 就是包括准备一些素材什么的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加入攻击嘛 肯定就要加入新的这一个按键设置 所以我们要到这个项目设定就是edit编辑 然后项目设置 然后到这个input这里去加入这个新的攻击设置 你看这里我已经设置好了 这个删了重新设置一下 根据紧接上一期的话 你会看到在这里是没有那个攻击的 我们加入攻击的话 在这个action mapping就是动作印在这里 我们可以去加增加两个这个action 就是第一个action就是叫轻攻击 我们叫它liar attack 第二个叫重攻击 heavy attack就是魂系的两个攻击类型 很基础 然后就是把他们的action的名字确定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它映射到我们想要的键位上面去 这个轻攻击的鼠标上面的键位 应该就是啊鼠标左键 所以我们可以接 left mouth bottom 然后left mouth bottom 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映射到手柄上面 就是gamepack 在黑魂的那个轻攻击在手柄上的 应该是right trigger 应该是这个我不知道中文名叫啥 但是就是那个耳朵下面的一个按键 然后重攻击的啊 在鼠标上的键位就是啊right mouse 就是鼠标右键 然后在gamepack就是这个手柄上的就是gamepack 啊left trigger 左边这个trigger 好我们这时候就把他那个攻击啊就是这个输入的这个映射去啊做好了 好这是做第一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选择要需要的那个攻击的动画 然后然后只要你有了那个动画素材之后 你就到那个下载然后导入进来 像我这个就是用这个动画的包 然后他有两个一个是inplace一个room motion 魂系动画 魂系游戏的攻击都是room motion 就是他的他的攻击是带位移的 然后我们就选这个room motion底下的 这一个攻击动画然后你选取两个啊 攻击动画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点击来看啊 这里很多 你就随便选两个或者是选两个你喜欢的觉得比较合适的 一个作为轻攻击的动画 一个作为重攻击的动画 然后你选选到了一个你想要的 然后你就把它在啊左键按住 然后拖到我们这个player这里 然后有一个啊 move here是把它这些移动过去 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就复制一份copy here 然后copy here就像我就是我就是啊 拉了这两个攻击动画进来 一个是这个作为轻攻击 然后我已经把它改了名字了 一个是这个作为啊重攻击 就看见有点叙利的感觉 然后这两个之后 拉起来之后你再去单击右键 然后点这个create啊 create啊animation montage montage就是创建的动画蒙太奇 我这里已经创建了一个了 然后这个轻攻击也创建一个动画蒙太奇 我也创建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些 我们需要的这个素材给准备好了 当然还有另一个东西就是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需要定义攻击的类型是什么 这个定义的攻击类型 就是为了在代码里面的逻辑里面定义的 这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创建一个啊 蓝图的enum object 就是你点单击右键 然后它有这个blueprint 然后到blueprint下面有个enumeration enumeration你就点击创建 创建这个enumeration就是去定义一些攻击的类型 就是啊就是学一下怎么用这个 这个这种蓝图 创建了之后你把它改个名字命名啊 点开双击点开你可以看这是空的 我们可以加三种啊 三种那个enumeration的 呃 美举应该是美举中文好像叫美举 美举类 第一个就是叫light attack 第二个就是叫heavy attack 第三个可以叫rocking吧之后可能会有啊 那就是把这个保存保存好这个美举类 我们就可以在蓝图里面引用了啊 我们在蓝图这时候我们就就是做好了一些些基础的准备工作 我们可以在蓝图里面看一下啊点开我们的角色啊 这个character blueprint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蓝图 然后到我们的event graph就是去看这个他们的主逻辑啊 这里做一件事情就是上面这一部分是之前我们上期上几期做了这个翻滚的逻辑 我们可以按住左键然后把它们框选起来 然后框选之后啊你一下键盘的c 然后他就会出来这个comment 你就可以加入一些啊注释啊 这样的话就会很方便让你代码多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去拉远一点 然后你就会看到哪一块代码是具体干什么事情的 这是比较方便的功能 然后这时候我们先别着别着急写啊 我们的逻辑 我们想先想清楚我们需要什么变量去啊 去控制这个攻击 首先就是我们看左边左边这个variables 底下就是我们这个角色蓝图里面的变量 我们已经有了rolling就是 这是否正在翻滚 还有一个rolling的montage 就是那个翻滚的一个动画蒙太奇 我们需要比如说我们加攻击的话 那可能是不是加一个啊 变量就是啊attacking 就说这个状态是在正在攻击 然后它的类型应该是boolean 就是那个啊 boolean 就是它是不是正在攻击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加的变量 就叫做 attacks吧 它这个变量就是类型 就是我们刚才所创建的这个啊 呃 美举类就是innumeration的这个攻击的美举类 就是你要搜美举类的 你先打一个1 然后下滑线 然后你也不是 就是你刚才取什么名字叫 就直接搜啥 我是我一般都会把那个美举的名字前面加个1的前缀 这样容易找 然后选择它 呃 就是这个美举类的变量 然后第三个我们应该创建什么呢 就是你想想啊 你要攻击的话就参照这个rolling 他除了rolling的那个就是有翻滚的状态之外 还有翻滚的动画 我们也要传呃 建一个变量去存这个攻击的动画 我们就叫他啊 首先建一个变量是存这个轻攻击的动画 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 命名为 呃 这个什么呢 lai attack montage 就是轻攻击蒙太奇 lai attack montage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像是rolling一样 就存一个蒙太奇 我们也可以 那我们先把它的那个啊 类改成是一个蒙太奇 啊 就是anim touch 蒙太奇的 蒙太奇的object reference 引用 我们可以只存一个啊 你如果我们确定只有一种啊 攻击动画的话 就只有一种轻攻击动画 我们只可以只存一个 但是如果很多有啊 你看魂里面他会有一些combo 就是你连续攻击 他会有一些变痴变招 就是动作会不一样 我们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轻攻击 存成一个 arrate 存成一个数组 就是之后我们 在做这些combo 就连招的时候 他可以在这个数组里面去 选择不同的这个蒙太奇 啊 作为不同的连招动作 啊 这是这是轻攻击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进了轻攻击的这个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个按住control 再按一下w 他就复制了一个啊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重攻击的动画蒙太奇 好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 基本上是可以说就是啊 啊 我们的这个需要准备的东西就已经准备好了 就说啊 我们先保存然后再编译一下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需要啊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去啊 去写这个逻辑啊 我们就在这个留到下一期 下一期去写这个逻辑 因为我想把这个视频的时间 每一期都尽量控制在10分钟以内 然后这一期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啊 准备素材 然后把输入设置好 然后把一些变量设置好 把一些需要的类设置好啊 然后下一期我们就直接去开始去写这个 这个攻击的这个蓝图逻辑